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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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又是那種很活活好動 又一個家裡只有一個小孩 然後我們家附近 因為水南東小孩很多 我家是住在那個宅貨店上面那邊 所以我一下去出去 就有很多人可以一起玩 然後念幼稚園 然後看人家 哇 人家在裡面上學 有好多小朋友一起玩 我就會很想去念書 然後像挖地瓜 對 挖地瓜 然後烤地瓜 然後還怕被罵還藏起來 都被吃掉 被老鼠吃掉 跳樓梯 對 這樣跳 我們有一種是往上衝 有一種是往下跳 你贏了你就可以跳 你就看你 有人不會跳就跳三個人 跳五個人可以跳七 一次跳 現在已經變成是 沒有我們前提 現在小孩玩的體力 還有玩的東西 都沒有像我們一樣 強度不一樣 我們家全部都是聯動國小畢業的 我爸爸我媽媽他們都在地 他們那時候人多到就是 他們學校要分上下 有一些人上 有一些是分下 然後他說那時候他們班上擠了 不知道是幾個 他說兩張桌子要三個人做 然後之後中間那個都很慘 因為都被夾到 他說那時候是跟我講 整間教室就是擠滿滿的 我們一個班那時候還有二十幾個 二十幾個 我們班二十九個 但是從我們下去就剩十幾個 一般剩十幾個 就變比較少 我們那時候畢業的時候 聯動國小還有一百出個 頭的小朋友 所以我會覺得我們以前小時候比較幸福 然後現在他們沒有啊 可能兩三個也在那邊晃來晃去 也不知道要玩什麼 那我就開始想說 我也想說給他們多一點空間 就好像還不錯 小孩子應該會喜歡 然後就可以學到什麼東西 我們就三個也就討論 那你要上什麼 我要上什麼 然後就試 家長跟小孩都抱一個很大的 一個問題 我是要來上課嗎 然後又要面對一樣的老師 他們就很怕又要來上課 一開始的時候 用撞油這兩個字跟一般的旅遊 是最不一樣的 因為撞油有包含小朋友 他自己的想法 他們有一個志向想要 想要走出去看的一個意思在裡面 然後還去打電話幾間可以 就是北部的幾間可以住的那個房間 我叫他們自己寫稿 然後打電話去問 然後那個後來被他發現說 你可以請大人來講嗎 你可以請 他以為小孩子在搗蛋這樣 對 他們不是來這邊只是單純上課被動 而是他們有主動的一個 決定權的一份子 這是我們那時候三個 有一個很強烈的公司 小孩子也會有參與我們 因為水男動其實它是一個很小的社區 那其實如果孩子都是在這裡生活 他沒有出去外面的經驗 他的所有都會受限在這個地方 他眼界打不開 這個受限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們那一代 雖然我們經濟也不是很好 可是我們家庭是完整的 那這一代的孩子 能夠留在這邊的幾乎都是 家庭比較不完整的 因為其實完整有能力 他們已經離開這個地方 那我們希望是說 我們不斷地往下拉 那像畢業出去的孩子 我們也希望可以拉成一條線 不會是說到他國中端 畢業就端就沒了 我們會希望說 還是他要回來世界社 就是他要像我們一樣 要協助去世界社 去幫這些學弟學妹 我覺得有小孩之間的傳承 會比我們大人給的 會更緊密一點 教育一下 能力也是 需要求取得好 能力也能夠 能力也要 我不知道 很難 其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